31省份老年人口大数据 11省份超千万 山东老年人口超2000万人 2020年 我国共有11个省份的老年人口总量 超过了1000万大关 其中山东最多 是唯一一个超过2000万的省份 江苏和四川仅随其后 中国老龄化在加速 但不同地区情况不同 从常住总人口来看 7普数据显示 山东常住人口为10152.7万人 位居全国第二 比位居第一的广东 少了2449万人左右 从人口结构来看 在出生人口相对较多的情况下 山东的老龄人口和少儿人口占比较高 而中间的老冬年龄人口占比较低 这与山东近年来人口外流有关 两省的常住人口均超过了8000万 分列四 五位 而老年人口却高居二 三位 这与两地老龄化程度较高有关 整体上 江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较早 另外 过去苏中等地计划生育执行较为严格 长期以来人口出生率较低 目前 苏中的南通 泰州地区 老龄化程度在全国位积前列 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 占比高达22.67% 位居全国第一 广东省统计局分析指出 由于外省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 使得广东常住人口老龄化进程较全国缓慢 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比全国低 4.92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 一些区域老年人口多 老龄化占比高 与农村的青年人口大量流入到城市 尤其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强省会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 人口流出地区的老龄化较为严重